有什麼不可以 可以可以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探討容貌焦慮 為什麼容貌焦慮會出現呢 有可能是因為社會對於美的看法 也有可能是因為完美主義者 或者是不好的人生經驗等 那就讓我們來問問看大家 對於容貌焦慮的看法吧 請問你化妝化好了嗎 快點回答我 你在公三小 我沒有化妝 我沒有化妝 我只有苦蜜粉 請問你蜜粉圖夠了嗎 夠了 搞錯了 再來 請問你有容貌焦慮嗎 一點點 我覺得有也沒有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應該是有了 有 是還好啦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 呃好像沒有 喔 好 這麼好笑 沒有因為我夠帥 我就帥 沒有 我覺得有一點 有 呃 好有 自己有沒有都不知道 那你戴口罩原因是因為容貌焦慮嗎 還是其他原因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口罩太多 然後就只 我媽叫我要來戴 然後我剛開學的時候還戴得下 我現在臉有點緊繃 已經感受到非常多壓力了 看來是幸福的感覺 本來你是我最想瞭著的心願 我覺得主要還是防疫的因素 這樣可以嗎 阿沒有 那你發出去一張照片會修圖嗎 我會修痘痘 不會 因為我夠帥 自信一百 不會 會喔 鬼修女喔 修圖 有時候會 對 就是修掉一些瑕疵的地方 不會 因為我不會用 我不會拍照片 不拍就沒事 不會 我只會調那個環境光之類的 看是修哪裡 那你都要修哪裡 我都要修奶 人家容貌焦慮啊 你胸部焦慮 你拍出一張好看的照片要花多久 一個小時 唉唷 一輩子 因為拍不出來 我一輩子都在拍照 不知道耶 通常不是 我平常不太會拍照 三秒 半小時 可以大概五分鐘 看是拍哪裡 我就問你想拍哪裡 那你覺得為什麼容貌焦慮會盛行 可能大家就是 因為網路上都會講說 怎樣怎樣才是最好的 或是身材怎樣才算是標準 所以大家就會越看越焦慮 那其實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容貌焦慮我覺得是很多社交軟體 然後 有很多美女啊 帥哥在上面PO照片 所以大家也會對自我容貌要求變高 因為焦不到對象 雖然你是有對象焦慮 不是容貌焦慮 啊真的不是一樣的東西喔 因為網路上太多好看的人了 因為沒有奶 看來你很需要 就可能普遍對自己的長相不自信 之類的 然後加上疫情大家都戴口罩 然後可能現在口罩解封了 就會不敢把口罩拿下來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就是現在很多的 流星啊都會跟你講說 你要變怎樣是美 變怎樣是帥 然後就會覺得說 就會讓你覺得說 你好像長一個樣子 然後跟那個樣子差很多的時候 然後就會有覺得不喜歡自己啊 或是容貌焦慮會自卑的感覺這樣 就出來這樣子 那為什麼大部分都是青少年 可能青少年接觸的網路跟年齡層 就是大部分都在看那種東西 所以推來推去大家都知道那些資訊 因為他們青少年的時候長得比較不好看 因為呢 他們使用社群媒體的機會比較多 然後他們就會看到很多帥哥美女 然後就會覺得 哇他們長得好好看喔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 沒有很好 那你可以給那些有容貌焦慮的人 一點建議嗎 好好看清楚自己的臉 像這樣嗎 呃 加油 加油好嗎 長得好看一點 長得像我 哥就帥 就是呢 你每天看著鏡子 然後你就說自己 你就說 喔我很帥我很漂亮 然後 然後你 你每天都這樣講 你有一天你就覺得你自己很漂亮 你學會了嗎 我覺得 要懂得去欣賞自己的特色吧 可能每個人都是好看的這樣 就是 要在立於別人的眼光 沒有什麼堅言 因為我本來就長得很帥 所以沒有容貌焦慮 沒有啦 蛤 就是要有自信 然後多加喔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有哪裡不好的話 就去提升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好 但不要那麼的 就是 焦慮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還有很多是自己要做的 你知道嗎 有自信很好 不要像他一樣過度自信 好的 等一下喔 你可以繼續錄我看一下 我可以繼續錄我嗎 你不停錄我嗎 我可以繼續錄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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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們的採訪內容 希望大家都可以克服容貌焦慮 掰掰 掰掰